好 最後就是我們那個化石劃分地質年代 就是我劃分地質年代的方法是靠化石來劃分的 那我們要找到一種叫做指標化石 標準化石的東西 好 這個東西呢 希望它空前絕後 以前沒有 以後也沒有 只有現在有 只有這個時候有 所以看到你就這個時候 第二個 希望你當時大量存在 而且最好全世界都有 因為化石形成不容易 所以要留下夠多的化石 必須別的東西就要夠多 才會留下足夠多的化石 而且最好分布在全世界 讓大家都可以用 那如果只有美國有 那就只有美國可以用 下一方都不能用 所以我希望它分布很廣 大量存在 然後空前絕後就可以做我的指標化石 做我的指標化石 OK 標準化石 然後就是你要背 背 背 古生代指標化石叫做山葉蟲 中生代叫做恐龍 新生代叫做以前寫象 後來寫古乳類 後來寫古乳類 OK 被考試就考這個 我這裡發現了恐龍 給它什麼蛋? 中生代 我想知道它中生代 我要發現誰? 我要發現恐龍 你這樣子回去考這個 那我剛才講過了 原則上這個是遞科愛考的 但是你們生物已經教過了 暫停 餵 你們還學過一個 中生代 不是恐龍的 橘子 Very good 橘子 OK 那還有橘子 還有 除了哺乳類之外 新生代還有一個 很好 生物不錯 鳥類 雖然考地科的人 很少人會考橘子跟鳥類 不是 我會考 我會考 但是 你還是要會 生物教過 生物教過 OK? 好 背完它就沒事了 這個圖就看一看就好了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我講過 地科只叫做代 你們生物還聽過什麼 三迭記 侏羅記 百二記嗎? 生物還有教 我們地科完全沒有 我們可以只有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看圖 新生代叫大象 中生代叫恐龍 古生代叫做山葉蟲蟲 這樣就好 OK? 沒事 青山縣綠水鄉 有人去做定質調查 挖到了圖長這樣 開始問問題 這叫做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看到地層 知道以前發生過啥事情 OK? 第一件事情 七百萬年前這裡是陸地還是海洋 然後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好 帥哥 美女 這一位叫做 二九 陸地海洋 你怎麼知道? 蛤? 你怎麼知道? 很好 因為它有貝類化石 所以它是海洋 好 這裡曾經發生過火山爆發 請問你 什麼時候發生的? 什麼時候?幾百萬年前發生的 多少年前發生的? 蛤? 那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恩...這個人叫做看不到號碼 九號! 九... 九號誰? 你的答案 面對著我微笑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剛才屬於昏睡狀態中 火山灰 火山灰 兩百萬年前 火山爆發產生火山灰 所以兩百萬年前 火山爆發過 好 請問你 這什麼年代 這個年代問的是古生代 中生代還是新生代 什麼年代可以發現象牙跟瘦骨 他問的是古生代 中生代還是新生代 什麼年代可以發現象牙跟瘦骨 二十三 二十三 新生代 很好 因為我們教過大象 哺乳類是 因為我們教過大象哺乳類是 新生代的指標化石 所以就新生代 好 這個圖 的環境改變 A A 海洋轉成陸地 B 陸地轉成海洋 C 海洋轉成陸地又轉成海洋 豬 陸地轉成海洋又轉成陸地 哪一個 海洋轉陸地 陸地轉海洋 海洋變陸地又變成海洋 陸地變海洋又變成陸地 哪一個 哪一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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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陸地陸地海洋 還是這個變官 又變過去 我們找一位可愛的 十三號 十三號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海洋變陸地 因為海洋之前沒有陸地 誰說的 可以陸地變海洋 圖上面你怎麼知道海洋變陸地 請坐 先跟後 底下是貝類是海洋 上面是什麼 象牙獸五是陸地 底下先發生上面 後發生 所以是先是海洋 後是陸地 好最後一個 依台灣的國中生的習慣叫做沒事 這其實可以寫故事啦 曾經很久很久以前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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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按照台灣國中生的懶惰 我的習慣是 一律忽略 不計 所以就沒有了 OK 這就是我們要交過的部分 好 OK